距离乌克兰仅半个小时的车程 反克里姆尼工团体自由俄罗斯军团 主动承认越过了边境 对俄国比尔哥罗德发动袭击 这一次的攻击破坏了一栋行政大楼 树洞的住宅以及一所幼儿园 至少有八个人受伤 但没有平民死亡 秦武的叛军还偷走了一辆装甲运兵车 俄乌战火烧了15个月 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认为 普丁的权力仍然没有出现血弱的迹象 目前还看不到莫斯科政权体系 有任何明显的裂痕 不过战争没有停歇的迹象 根据全球最痛苦国家排名 饱受战火如令的乌克兰位居第八 失业率来到了35% 约520万人失业 更惨的是普丁的清醒警告 如果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 越来越强大的武器 只会增加核战爆发的威胁 一旦俄国投下了核武器 将会带来世界末日 记者组合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上 并上一段时间 不守一日 最后学 뉴욕凭 情组合成 10分之后 我们知道